大家好 非常歡迎各位莉菱 2019第五屆的鐵路便當節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劉安婷 Lisa 很開心今天看到現場有這麼多的好朋友 一同來到現場共襄盛舉 今天已經是第五屆便當節的最後一天了 我們從11月1號一直到今天11月4號 為期四天的鐵路便當節 今年選在台北車站熱鬧舉行 我們可以看到現場除了有滿滿的鐵道爐之外 同時我們邀請到了五個國家27個地區的業者 來到現場跟大家分享我們每個地區不同的特色鐵路美食 以及我們的限定商品 今年2019第五屆的鐵路便當節 是以移動的美好為主軸 在我們的出舞台上也有一連串精彩的舞台活動 來跟大家分享關於鐵路的故事 還有我們非常多不同的業者產品 那麼首先在我們舞台上第一場活動 就要來跟大家回顧的是我們回憶的美好 在60年代我們的火車上只要是對號的列車 大家就可以得到一個喝茶的服務 聽說當時還會送毛巾送報紙喔 那麼今天我們就要讓大家 一起來回味我們的首班茶杯 這個沖茶達人的特技喔 可以說是呢現在呢已經是失傳的記憶了 所以現在就讓我們一起用最熱情的掌聲 來歡迎我們的沖茶達人侯老師 掌聲歡迎 我們用掌聲歡迎老師 老師先跟大家打聲照顧好嗎 今天很開心可以邀請老師來到現場 謝謝 各位來祝大家 大家啦喔 必須給佛塑欣 那不是生日的心 那是高興的心 我在民國六十年十九歲的時候 讀師不用工考不上大學 那就來留級當服務聖 沒想到一呆就是 變成我這一生唯業職業 在去年一夜 借於四十六年退休 四十六年嗎 哇我們給老師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這一輩子為凱鐵來付出努力對不對 我在這邊就是從進來 然後留級對我一個栽培 從當在當服務聖 然後後來去安排我去練大學 中年大學工學工學系 後來又推薦我去考研究所 練交通大學產能做事 更可貴的就是說 我在這邊因為工作的關係 也認識了我的內娘 娶了一個快車小姐回家 掌聲鼓勵一下啦 所以我們這個台鐵呢 您對他的付出很多 他對您的回饋也不少喔 是不是 所以呢老師在我們台鐵服務了四十六年 您剛剛說到了您高中畢業後 先在列車上當服務生 那服務生的工作到底是什麼呢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嗎 以前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我們台鐵的高級列車 從對號車那個 觀光號 舉光號 光華號 都有列車服務 這服務當中 這個其中一項就查選是品位了 那在當初來講 台鐵的光華號 是當初台灣平面上 地面上最快的車子 高雄台北四小時四十五分鐘 當時的觀光號比Tia 高雄七點四五分開車 到台北十二點 所有在地面上的車子 大家都追不上 那我們在對外車上的服務 我們有服務生 就像我 是負責倒茶 倒茶 那我們上面還有一個服務員 我們叫 是女性 因為我們服務生只規定 國中畢業以上就可以進來 服務員一定要高中畢業 當初我們服務員考試 避免公中小姐 我們一年招考一百人 我們報名大家十千 這麼多人 大家都想要當這個服務員 對 所以那服務員進來 一定要經過特殊 至少要四個禮拜算 從儀態到總部 而且我們台鐵工作的特殊 就是說你的工作環境 是一個動態的 是在搖動的火車上面 所以開車前 我們護士就必須準備這些道具 我想是道具 就茶盤裡面的茶杯 還有毛巾 還有雜誌 還有報紙 我們要把先送上車 那我們的服務員 上車 車子開車以後 在開車前一定要站月台 那服務旅客上車 指導旅客上車 開車以後 我們小姐就會拿一個茶盤 把這個茶葉分送到客人面前 分送到客人面前 有三種茶葉 有花茶 有綠茶 有紅茶 讓李克挑選 挑選完以後 就擺在這個茶杯上 然後 我們小姐 就會把它撕開 放在杯蓋上 那接下來 他要做其他工作 包括 花毛巾 花報紙 花雜誌 然後我們護士就開始 要來沖茶 給每個客人使用 所以以前在我們這個 對號列車上的服務 是挺多的耶 除了我們的沖茶 然後還會有 發報紙 發毛巾等等 所以我覺得有點像是 我們現在搭 飛機的感覺 而且是 飛機的商務艙的感覺 對不對 現在民國60年代 在現場 有沒有好朋友 有體驗過 這樣子的列車服務的 有嗎 哇 不小心透露了年紀 不過沒有關係 看起來還會多 非常難得 非常難得 因為像我們就沒有這個機會可以體驗到 但我覺得呢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故事 跟一個非常好的回憶 對不對 那今天喔 是來到現場 我們說你是沖茶達人 為什麼你是沖茶達人呢 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個鐵壺是 這是我們當初在對號車上 如果對號車是60號座 指光號是50號座 我們一桶茶 這個茶水大概可以 沖一幾車廂 所以這是蠻重的 那更大的考驗就是 我們要邊沖 而且車子是邊滑 第一個要穩住我們的腳 沒錯 這個裡面是熱水的嗎 對 熱水是當場 在車上現燒的 現燒的熱水 大概都是八九十度 那我們最怕就是在冬天的時候 有時候這些鱉子架戲的話會裂開 裂開之後 有些人會燙蠻可憐 所以我們大家是最 在開始那個 我們大概都會 無聲要訓練一個禮拜 就專門要 要在車上訓練要換茶杯蓋 因為我們是一隻手要拿茶壺 一隻手要拿杯子 沒有要換蓋子 這是雙手併用 一隻手要拿這個 你說這裡面是熱水耶 所以一隻手要拿茶壺 然後一隻手又要單手拿 我們有杯蓋跟蓋子 我們先給老師掌聲鼓勵一下好嗎 各位剛剛有看到嗎 要雙手併用 我們不能只靠一隻手 兩隻手都要會 左右手都要能夠翻杯蓋 但是 為什麼不直接把這個杯蓋拿起來就好呢 為什麼還要有杯蓋啊 一方面 比如說 這樣蓋的比較衛生 不要東西掉下去 一方面就是說 大碗的時候 這些杯蓋起來的時候 過去水 不要不會一次來去燙蠻可憐 沒錯沒錯 而且呢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您選用的是這個茶包的話呢 他們會服務員 就是我們的快車小姐 會把你的茶包放在杯子上面 然後呢 老師就會這樣子來 再秀一次給大家看 各位仔細看好了 我們的沖茶達人 失傳的記憶 我們這樣 第一個 我們先把杯蓋放過來 好 然後 我們再把這個 水 尤其冬天我們不管太快 怕裂掉 那大概我們再沖八分吧 那沖完就 送到里克的座位上 有些隊友車上面都有兩個便架 給客人使用 哇 所以呢 這個我們的老師啊 要把每一輛車 我們的每一位乘客 都一一的送上我們的熱牆 對不對 讓大家可以在 我們行車過程當中來享用 那麼其實還有一個原因啊 現在會覺得說 火車一下就到啊 為什麼還要喝茶 但是以前 我們台北到高雄 好像要開十個小時對不對 對 像對號那個 平怪車可能大概 大概至少十個小時 對號是給大概八九個小時 因為以前沒有高速鐵路 也沒有高速公路 是 所以一趟車 就那個開車都要七八個小時 所以我們以前的 許光號那個上面 還有叫餐車 還有餐車的服務 所以希望呢 能讓大家在這個火車運行的過程當中 除了呢 享受我們的美景同時呢 也享受到我們台體提供的基辛服務對不對 那今天呢 很開心能夠邀請老師來到現場 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杯子 有什麼特別之處嗎 很復古耶 各位可以看一下 上面印有 大同冰箱 這個杯子是 然後活獲之光 那個台灣的 活獲之光 沙龍公司提供的 它這個杯子是 那當時我們是用在 許光號上面 你看旁邊有一個金鞭 金鞭 它這個杯子 就是 比較 耐 不容易裂開 那這邊還有一種是 是 我來找找看 很有金鞭的 對這種 像這種的 是 新龍 不是農藥 它新龍公司提供的 那這種杯子 就 不像那個大同那麼耐 那這個 一般我們用來對號車上 或是復興號上 那這種我們就要特別小心 尤其冬天 可能我衝下去的話 馬上啪一下 就裂開了 喔 因為冷熱溫差的關係嘛 對不對 對 所以其實也是一個不簡單的工作 因為一隻手提著這麼重的茶壺 然後在搖晃的列車上 要這樣子一隻手來翻茶 然後再來封茶給成 所以我們在茶杯送上去 我們大概都會 先檢查茶杯 憑經驗 就像這個聲音 就很脆 對啦 如果聽起來有點 那個裂的聲音 咔咔咔咔咔 那我們就知道這個茶杯有裂縫了 這個茶杯我們這樣縮掉 不能用 菲老師你說你光用聽的 就可以聽出來 這個茶杯有沒有裂縫嗎 對 哇真的是非常的厲害喔 是 很脆的聲音 就代表這個玻璃杯是OK的 對 原來如此 原來如此 那麼今天這個籃子呢 這個鐵籃 這樣放著大家看不到杯子 裡面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杯子 對 這一盤是24個 是 我們那個 那個 列車裡面 52座 如果是 吊車是60座 所以我們 至少 我們要準備 那個 三盤 然後再兩盤 所以我們以前 基本上我們都還 一樣蠻大的 是 老師要示範一下是不是 一次 一次大概要 端三盤 因為 我們一個人要負責 負責兩節車廂 讓我一盤一盤端子在面 那麼多時間 所以呢 用這個 我們的這個茶盤呢 端著所有的杯子 對 然後先送到列車上 然後再讓我們的乘客選擇 他想要喝的 茶的風味 然後呢 我們老師再來 一一的為大家 倒上熱水 來沖茶 這個以後就是這樣 來囉 兩個兩個 放到這邊 換右手 這樣 這樣一個一個換 各位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在六零年代呢 我們的列車上的服務生啊 他們的手要非常的靈巧耶 因為可以這樣子抓兩個杯子 然後還不讓它破掉 然後把它直接放到杯架上面 又可以單手這樣子來翻茶杯 非常非常的厲害 那今天我們就請老師現場 來幫我們手翻茶杯 然後呢 我們讓現場的好朋友 我們來選出幾位好朋友 OK 那就由主持人來指定看什麼 那老師要幫我們沖幾杯茶 欸 這樣好吧 欸 酒杯好了 酒杯茶 好 我們讓呢 欸 有可能是 有體驗過這個服務的好不好 好 哇 其實很多人耶 好 首先放下來喔 首先放下來喔 那麼一二三的時候 如果呢想要體驗一下的話 就請舉手 大聲的說出通關蜜語 通關蜜語就是 鐵路便當節 然後請老師幫我看 我們先找最快的四位好了 好不好 準備好囉 那這一題先給那個曾經有在列車上 有體驗過這樣子 鳳茶服務的 好不好 然後接下來還沒有體驗過 我們下一個機會 好準備好囉 咦 記得要很通關蜜語喔 一二三 哪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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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四位 好這位姐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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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好 沒有問題 那您稍坐一下 您稍坐一下 好我們請老師呢 好 那還是我們四位往前好了 因為這個茶杯很燙 等一下大家拿的時候也要小心喔 這真的是熱水 好 我們可以同時呢 也邀請大家 一起來看老師這個 手關茶杯的記憶 好 那要請大家特別小心拿 尤其是杯蓋 可以回到您的座位上來享用 那要請小心拿 因為這個各位手上拿的 都是我們的古董 再也買不到的 所以呢要請大家要保護好 等一下喝完以後 也要還給我們喔 好 各位可以看到 剛剛老師有分享 這是 當然不能留著 這個是我們台鐵珍堂的 這個過往的回憶啊 就這麼一覽了 我們現在都把它保留起來 那今天到現場呢 是因為我們的鐵路便當節 要特別的來給大家呢 回味一下 在60年代我們在列車上的服務 提供了這樣子一個奉茶的服務 那請大家特別小心來保護我們的杯子喔 好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來問問看 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沒有在列車上 體驗過這樣子服務的朋友 有嗎 就是我看一下 哇其實也是很多人耶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讓我們這些後輩沒有看過 沒有體驗過這樣的服務的人 也可以知道說 喔原來我們過往在搭乘火車上 有這樣子的一個美好的服務 對不對 那就請主持人出集讓他們回憶一下 好 好的 那麼呢 這一題我來考考大家 這一題我們來選兩位好了 那麼這兩位我們先選就是 沒有 沒有在60年代出身 然後呢 沒有在60年代的列車上 體驗過這樣的服務的朋友 好不好 請問一下有沒有人知道 像老師 她在60年代呢 在火車上擔任的這個工作 叫做什麼名字 三個字 很簡單吧 剛剛有聽大家應該都知道 好 首先放下來喔 欸有男生的工作跟女生的工作 兩個名字不一樣喔 不要搞混喔 我們現在要問的是 男生的工作 負責倒茶 負責把杯子放到旅客的這個杯架上 這是什麼工作 首先放下來喔 123的時候 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話 一樣先喊諸通關蜜語 我們的鐵路便當節 我們選最快的前兩位 好 但是呢 這個我們先把這個機會 留給沒有體驗過這樣服務的朋友 123 好 黃色衣服的姐姐 好 還有一位 這邊的弟弟 你剛剛有舉手嗎 但你知道答案嗎 你好像 不知道 那還有沒有後面這位帥哥 好 那姐姐請先大聲的說 男生 等一下 男生是什麼 男生 浮物圓 浮物圓嗎 欸 浮物圓 浮物圓 沒有錯 那中間帥哥一樣要回答我 浮物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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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再兩個機會提供給 還沒有體驗過這個浮物的朋友 這一題就要考大家囉 在以前像我們列車上啊 浮物 所以拿茶盤 讓您挑選你要的茶葉 然後呢 遞毛巾 遞書包 這個 的 這一位 我們俗稱快車小姐 那她又有另一個 她真正的名字叫做什麼呢 也是一樣三個字喔 好 準備好了嗎 一二三的時候 如果你知道正確解答 先舉手 喊出通關密語 鐵路便當節 記得要說通關密語喔 很多人都舉手沒有說話 這樣我不知道要選誰 一二三 好 只有一位 一位姐姐 來請告訴我們 浮物圓 浮物圓 正確解答 有請來到前方 是的 沒有錯 我們男生呢 在列車上服務 叫做 服務生 女性呢 在列車上的服務 就叫做 服務員喔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還有兩杯茶 要獻給大家 對不對 小心拿喔 老師我們還有兩杯 對不對 好 那麼再考一題 再考兩題好了 第一題 我們先來考考看看 現在所有的人都可以抢答 都可以搶答喔 我們這一題要來請問一下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過往在60年代呢 我們在什麼樣的列車上面 可以享受到這樣子的服務 列車服務 包含了鳳茶 然後包含了我們的毛巾 還有書包 什麼樣的列車上面 可以體驗到這樣的服務 好 手放下來喔 一樣一二三的時候 舉手的時候記得喊通關密語 剛剛大家都沒有喊通關密語 記得要喊通關密語 記得要喊通關密語 我們選最熱情的朋友 那要請老師幫我選喔 好 準備好囉 一二三 您喝口 我們把機會讓給別人 有哪一位最快的 男生還女生 好 藍色外套的大哥 稍等一下我們拿麥克風給您 好 那請問您喔 您知道我們在什麼樣的列車上 在60年代有提供這樣的服務 普庸馬跟泰魯格 普庸馬跟泰魯格 在民國60年代就有了 原來語不能 錯 再給你一個機會 60年代 60年代喔 在60年代才有 我們這樣子的列車服務 但當時還沒有 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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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 正確解答 掌聲鼓勵一下 沒有錯 來 又請往前一步 好 跟各位朋友一起來分享 普庸馬跟泰魯格呢 在60年代還沒有喔 但是呢 現在大家都可以搭乘得到 對不對 好 您稍等一下喔 我們有老師來奉茶給您 那再問一題 除了關 關 關 號之外 還有沒有人知道 有什麼其他的列車 小心喔 小心喔 還有什麼其他的列車 是可以來體驗這樣的服務 好 你有喝過了嗎 還沒有 那我們就選他好了 他從頭到尾都在這邊 對號列車 對號列車 對號列車正確解答 恭喜 現在我們是 對號列車是 對號車裡面是 最積累的 是對號列車 復興號 觀光號 舉光號 光華號 最高級是舉光號 是 恭喜 來 又請來前面 請我們請老師來奉茶給您 那麼也要請現場好朋友 要幫我們特別小心這個杯子喔 因為這杯子都是古董 現在已經再也買不到了 所以呢 我們要把這杯子都是台鐵的珍藏 所以他喝完之後呢 要小心的還到我們的前方 要特別小心杯蓋 好 今天真的非常難得喔 可以請老師來到現場 然後不僅跟我們分享在 60年代我們列車上 台鐵過往的這個故事 那當然呢 同時也藉由我們的 首班茶杯這樣子的鳳茶呢 讓大家呢 可以感受得到 好 哇 謝謝 續杯喔 可以可以 好 沒有問題 老師再翻一次 對不對 好 小心喔 大家小心慢慢的走 好 今天呢 是我們最後一天了 所以呢 如果要續杯的話 老師很阿薩里的 後來後來 可以讓大家續杯 好 小心小心喔 好的好的 那麼當然呢 更重要的是呢 今天可以邀請老師來到現場 讓大家體驗到 這個來自呢 我們60年代在列車上的服務 真的是非常的難得 那麼呢 我們也要續杯一下 好 你應該是以前在列車上 沒有體驗過這樣的服務 對不對 第一次對不對 那跟大家分享 第二次是 續杯就第二次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的心情如何 非常好 非常特別對不對 很 很新奇 很新奇 沒有錯 謝謝您 那您小心喔 好 阿姨 這個 我們旁邊有飲水機啦 好的好的好的 老師真的很可愛喔 那麼老師 今天這麼難得的一個機會 對不對 這個因為 要我們服務一下客人的需求 我們就 盡量對那個 繁殖客人的需求 服務到底對不對 我們給老師一個掌聲鼓勵 好 那麼老師這麼難得的機會 我們可不可以請您 拿著這個茶杯還有茶壺 讓大家拍個照 來回味一下 當時您服務的這個情景 好不好 那麼大家呢 也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喔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相機 來記錄一下 我們站在這邊好了 這裡這個 這個鐵路便當節前方 好 那麼呢 大家也可以用這個難得的機會呢 來記錄一下 我們在過往 台鐵在列車上提供這樣子一個服務 很貼心的服務 那麼雖然現在呢 已經沒有這樣子的服務了 但是我們相信這份回憶呢 還會持續的保留著 今天我們也很開心 能夠邀請侯老師來到現場 為我們來示範 讓我們大家呢 都可以來感受到 我們在60年代列車上 這樣子的一份溫暖 好 都有拍到了嗎 都有拍到了 這邊的朋友也想要拍一下 好 看這邊這邊 看右邊的朋友